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搞笑修真有声剧《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四百三十集 横泽脚踩幻海长刀 鞭蹄笼罩无穷水浪 他的面色惨白而骇然 迅速吞下一瓶丹药 以真缘运转全身 修复伤势 在空中站稳之后 立刻往火山口看去 到底是什么 所有人都惊骇莫名 全部都直直地望着那座 依旧在不断吞腿着岩浆火焰的火山口 火山口内 凶兽之声怒吼连连 如一道道惊雷 接连不断地落下 镇的整片山脉都在不断晃动 铃蹄面色冷然 他看到那座火山口还在不断颤抖 而自己刚刚注意到的那几条裂缝 不断扩大 火红炽热的岩浆 从裂缝中泄出 而后 随着一次猛烈的撞击声传来 火山口的整座高山 完全碎裂 轻塌下去 随即 一颗无比巨大的蛇头 从火山口内伸了出来 那头颅扁平 长达百丈 遍体皮肤硕大的红色鳞甲 星红的火焰 仿佛浓雾一般 扑身在蛇头的四周 蛇信子吞吐的时候 星星点点的火焰落了下来 如同一场火雨 坠落之后将地面烧穿 地面瞬间变成一片火海 三派弟子们大惊 纷纷御起而起 来到了高空之中 但 这不是最令众人惊骇的 所有人 双目圆瞪 眼睁睁看着又一颗头颅 撞碎了山间地面 然后 高高扬起 第二颗 第三颗 随着撞击声不断地传出 一颗又一颗的头颅 从方圆万丈之内抬起 个个恍如山岳般巨大 地面崩裂 山石塌陷 原本秀丽绝美的环境 瞬间被浓烟火焰笼罩了 临间妖兽四散奔逃 一直到第九颗脑袋 从地面伸出来之后 那隆隆如闷雷的撞击声 才停息了下来 九颗脑袋朝天高昂 不断摆动 然后 齐齐咆哮 震天动地 声音之中 饱含无穷怒意 从他们口中 喷出了浪潮一般的浓烈火焰 落向四方 顿时 千里卧野 化作一片灰烬 无尽汪洋海面之上 水汽蒸腾 九颗舌头的身后 是一片蜿蜒连绵的山脉 此颗也在不断震产 山石滚落 烟尘四起 却始终没有像舌头伸出的那座高山一般崩裂 惊人的威势袭来 三派之众 不断后退 等体内的伤势减轻 彭泽立刻催动身前的汉海长刀 激出无穷怒辣 抵挡四周焰火 护住三派的弟子 流通身下的虎石妖兽 虽然只是宋章以判官笔幻化而出 却也带着几分灵性 此刻见那九头蛇出世 全身色色 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 这一艘路上讲过呀 上古蛮荒之地 有一兽生烟 蛇身九首 尾之九腰 蛇口兔毒 抚天实地 流通望着那九头蛇 以及蛇身四周的无穷火焰 脸上血色褪尽 双目中带着骇然与惊疑 可这九腰不几近灭绝了吗 而且这东西真是九腰吗 是九腰 只不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发生了一变 林飞轻声说着 再次细细打量着那只九腰 目光略过九腰的脑袋 妄想着身后那座绵延高大的山岳 脸色微微一沉 那山脉不对劲 流通听到这话 同样打量了过去 摸金派的看家本领 就是要通过山川江河的走势 来订风水宝学 事宜 流通的目光比林飞还要独拉 他一进入此处 便感觉此地山势奇怪 过于突兀 不向天地生成 线下看去 心中更是惊骇一片 这 这一整条山脉 似乎就是那九腰的身子 林飞眉头轻皱 没有说话 流通却被自己看出来的东西惊到了 一屁股坐倒在了虎师妖兽的身上 催动着坐骑 再次往后退去 那九腰之大 完全超出了流通的想象 一旦九腰躯体出现 他们这些人 就像是送上来的口粮 而且好像还不够九腰吃的 九腰的九颗脑袋上 腾腾火焰冲天而起 瞬间 将天空烧成了通红一片 炽热的火焰如同一层 星红滚滚的雾气 随着九腰气息吞吐 不断从它周身散开 虚空扭曲 热浪滚滚 轰然卷过 四下高山的树木 瞬间化成了飞灰 威压倾泻而下 令人心中惊颤 彭泽持刀而立 真缘运转间 身体的外伤已经消弭 气力磅礴 周身浪潮翻滚 他转头 与宋章等人对视一眼 三人的目光中 都带着决绝 那九头蛇腰 看起来威势惶惶 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而且 青龙九顿 就在那火山口下 三派原本就是为此而来 绝不可能退缩 他们迫切地想要得到青龙九顿 甚至愿意放弃青龙王墓穴中的一切宝物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门派千秋之计 如此惊人的秘法一旦得到 三派甚至可能开万事之先河 这一战 无可避免 杀 彭泽轻贺一声 针缘催动到了极致 汉海长刀瞬息之间横管天际 锐气逼人 刀芒骤然而出 破开虚空 斩灭身前那无穷火焰 直击九妖 当汉海长刀的刀锋 即将来到身边的时候 九妖三只蛇手 突然张口一吐 火焰突身而出 将那刀芒燃灭 而下一瞬间 汉海长刀之上 已然幻化出无穷浪涛 滔滔河海 腾空而起 压至空中灼热 奔涌而去 宋章的判官笔 在虚空连点 煞世间狂吼连连 千百只海妖 从那片腾空的海浪中 急驰而出 踏浪前行 如同一支搅动海浪的军队 气势汹汹 攻向九妖 火焰与浪潮 于空中相遇 两不相容 势微力猛 巨大的冲击波 瞬间扑身千里 白色气浪 腾然而出 将四周百里 完全笼罩 与此同时 力广将寄出碎山垂 如同一座高山 从天际坠落 势微力猛 虚空下沉 巨大的力量 直压的九妖中 一颗脑袋不断下沉 眼看就要重入火山之下 三派长老率领弟子 分立蛇妖四周 为三位掌教掠阵 无数真缘与灵石 清洒而出 汇聚成一道困兽阵法 随着一道道 反复古傲的服务 落下 巨大的金色法阵升空 逐渐向九妖收拢 腾泽的汉海成高 幻化出无边涛浪 驱水灭火 不断喷涌出浪潮 甚至 卷动天上云彩 轻浮而下 痴痴之声不停 宋章底间抽出一里海水 不知已自己真缘 不断于虚空幻化 而后 数不尽的海妖 从腾越高空的浪潮中 急驰而出 奔向九妖 碎山锤不断落下 只将九妖巨大的头颅 押入火山之内 困兽阵法 已经临近九妖头颅 抵挡住火焰的吞噬 压制九妖 眼看众人联手 九妖瞬间落了下风 火焰被灭 身躯下沉 瞬间就怒了 九颗巨大的脑袋 齐齐抬起 怒声狂吼 张口一吐 九条火焰 如同九条长龙一般 席卷而出 那九条火焰 赤红一片 赤热的温度 洒向八方 顷刻间 将三派弟子 祭出的困兽大阵吞噬 而后 火龙于高空中盘旋 好似活过来了一般 在空中不断游转 而后 直直盯上彭泽 宋章 与立广三人 随即 骤然而出 角度刁钻诡异 竟然瞬息之间 越过了汉海长刀的浪涛 直奔三位掌教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